WCF特效 第二彈出了一套六支 盒子上都有編號 如果你是喜歡WCF 但是你之前沒有買到 畫面上的這六支的角色的話 如果你跟特效間一起購買的話 相信是一個非常好的入手犬舌 然後都是代理版 盒子其實算蠻大的不小 側邊就依序了 是這六支 然後哪一支他會打上勾勾 像這一支超賽的巴達克 他就有打勾勾 特效的部分 加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帥 這套最大的賣點就是特效的部分 但是特效必須老實說 裡面有一些這種小小的 然後他是兩件一組 你要自己插上去的這一種小特效的話 超級無敵難插 因為他原本像這一種 如果四支粉紅色的話 他有一支是他已經幫你弄好 另外一支是你自己要組裝上去 非常非常的難用 你必須用凡事理 然後一直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 因為可能是橡膠 還是太硬的緣故 你要等到他軟一點 你才非常好的組裝 那這邊也發現了一件事情是 其實他的特效跟盒子的展示 幾乎完完全全是不一樣 所以隨便拿一個像自帶疾憶功 這一支來講的話 你看得到他特效 尖尖的尖尖的藍色 然後這邊 紅色的這種氣的部分 是這樣子 但你看到畫面上卻是這樣 幾乎完完全全不一樣 然後悟空的頭是正的 但是你拿到實際上的這一支 幾乎公悟空的頭 他是歪一邊的 往旁邊看 那再拿另外一個來比較的話 像龜派七公 可以看 他這種 特效的部分 但是你特效這樣擺起來 跟這個樣子 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人物的部分就 不再介紹 因為畢竟他人物都有 之前都有出過 只是 像這一套人物來講的話 哇 真的塗裝跟做工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塗裝跟做工 其實算是 滿有水準的 偶爾一點點小小的異色 還是會發生一點 但整體 塗裝跟做工 都算相當的不錯 這幾隻人物 如果之前沒買到的話 可以趁 特效的這一組 一次買入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整個特效的部分 已經有講過 粉紅色的組裝件 非常難組 所以 真的要有點耐心 然後這特效的話 變成 他這一次幾乎都是給你是這種 橡膠軟件 跟上一次的特效第一版 他有用一個 這種塑膠的 硬膠的 這種 零件來講的話 是不太一樣 可能就比較不會斷裂 那等於是 你拿到特效的話 你就要自己 自己怎麼擺放 像這個 龜派接控這個很妙 是 但是 他的後面還有一根 是這樣 所以等於是 你要自己喬 那整個 加上特效來講的話 算是 加分的非常非常的多 整體評價六顆星 人物雖然都是之前出過的角色 但是 有了特效的加持 變得非常的強大 塗裝 跟做工來講 真的有在水準之上的感覺 比較匪夷所思的是 既然這種自在吉利公的這隻悟空 跟盒子上的 幾乎 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樣 擺頭的樣子跟 沒有擺頭的樣子 是差非常多 還有特效的樣子 每一盒的特效 跟你實際看到的特效 弄起來 的感覺 其實也是不盡相同 非常建議 如果你要錄WCF 這系列的話 可以從特效組開始 買起 人物選角都不錯 又有特效的加持 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也蠻推薦可以入手這一組的 那之前如果有這些人物的話 如果你覺得 配上特效覺得非常帥 那也可以 再一次的入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